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这是迄今发现汉代等级最高的御妃和唯一两件相连的原雕御武人 他们在盗贼的铁牵下一碗出土 又被送入文武黑市多次转卖 警方历尽曲折终于将他们追回 重见天日的珍贵玉器 为何震惊考古界让考古专家欣喜若狂 盗瓦瓦当倒卖文物参与者为何付出惨痛代价 特别节目互宝之战汉域寻踪下集 玉的正言即将播出 他们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产 他们曾遭遇盗贼黑手流落文物黑市 甚至飘临海外 警方擒贼寻宝 千里追索 民间淘宝热的背后 文物安全牵动社会神经 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 法律有着怎样的界定 文明血脉如何以敬畏之心守护延续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互宝之战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互宝之战 上一集啊 我们讲到了有三个农民 在汉宣 地灵 渡灵 在倒挖瓦当的时候 误打误撞的 挖着了三个玉杯 还有一个连体玉武人 这极有可能是西市国宝的汉代玉器 却被卖到了黑市 不知所踪 公安干警顺着这线索 一路追踪 终于查到了玉器的下落 原来他几经倒手 最后通过一个叫李振东的中间人 卖给了一个懂玉的 神秘的年轻人 如果找到李振东 就能找到这个年轻人 追回国宝 但当办案民警 去股安市场 抓捕李振东的时候 店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就旁边的客户反映 说李振东已经关门 两个多月了 不知去向 办案民警 一面搜索与李振东有关的线索 一面对李振东可能的落脚点 进行严密的监控 三个多月后 终于有一条线索 反馈到专案组 李振东可能藏身于咸阳某宾馆 专案组人员火速从西安赶赴咸阳 抓捕李振东 警方抓捕李振东的过程 有些戏剧性 原来啊 这个李道如 他就是李振东 只不过李振东是他的画名 为了从事非法文物买卖的时候 他方便特意用来掩人耳目的 李道如多年来 是用了画名李振东 上一个落网的中间人 刘建平 根据他的交代 预期就是通过这个李振东 卖给一个年轻人的 警方也是按照这个线索 来抓捕李振东 没想到这是个画名 难怪在人口信息网上 你怎么查 你也查不到的 不过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这点小伎俩 哪里能骗得过警方啊 紧接着 另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李振东交代 买玉器的年轻人姓宋 就住在宾馆对面的一栋楼上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事情 为什么他就这么巧呢 他俩为啥在一块 李道如逃跑了 就找宋业了 就告诉宋业这个事情出事了 公安就找他俩 然后宋业给他找了一个小旅馆 让他住着 就在这个宋业的家对面的路上 找到宋之后 宋一开始也是拒不配合 说不知道这个事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通过就是审讯 过一段时间 宋业说有这个事 问他东西现在在哪里 宋业告诉我们 东西卖了 说卖给谁了 他说卖给不认识的人 说在哪卖呢 他就说是在股安市场 抓捕买主宋某的过程 倒是没有悬念 但是一问到玉器的下落 宋某却坚持说 在股安市场 卖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了 这话听起来 就让人怀疑 当初这四件玉器出土后 在文物黑市无人问津 宋某却以七十万元的高价 将他们买回 那么宋某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他也就是一个 年龄也不大 可能也就是个三十岁出头 就是他比较喜欢研究 收藏玉器 喜欢玉器的宋某 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学校 学习过文物知识 拱玉的他 一见到这四件玉器就知道 这回自己算是捡到大漏了 立刻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所以即便东窗事发 他也舍不得交出玉器 而此时李震东也说 玉器被卖掉了 那么玉器到底在哪里呢 一口咬定卖了 卖给谁了 卖给谁了 卖给谁了不认识 住址 住址都是事先编好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没编对 比如说吧 李道如说104号 宋爷说就是140号 两人编差了 咱也是也连查都不用查 告诉他 咱北京就没有这个地方 我说我查过了 没有这个地方 他们俩也就 无话可说了 经过连夜审查 难以自圆其说的宋某 终于承认 几件玉器并没有被转卖 而是还藏在自己家中 在专案组的努力下 第二天 宋某的家人将民警们 苦苦追寻了三个多月的几件玉器 交给了警方 这也是自案发以来 专案组干警第一次看到 这几件西式镇宝 我那包子和好 有三个被子 一个 两个那个啥 御人 我们拿回来 就赶快给队里汇报 所有领导们都在家里等着 我们赶快把别人带东西 赶快押下来 赶快拿回来 这案子成功告破了 大家都很高兴 这么长时间活儿没白看 西式国宝 终被追回 浮去千年的尘土 献出绝世华光 他们真的是汉宣帝 刘巡的御用之物吗 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大汉王朝 这些举世含有的玉碑 究竟有何用不 一对连体玉武人 又再现了怎样的大汉风韵 特别节目 互宝之战 汉玉寻踪 下集 玉的正言 正在播出 警方千辛万苦 终于追回了四件玉器 可这些玉器沾满了厚厚的泥土 气形又比一般玉器大出很多 到底是不是想象中的佗宝 会不会已经被房品吊包呢 带着忐忑的心情 大案民警把他们送到了陕西省文物局 文物鉴定中心 公安局的同志把这几件东西 预期拉到我们文物研究研究中心 要做鉴定 我们当时在楼上开会就下去 要看这件东西 当我看见这件东西 说我距离这四件东西 至少还有五六米远 我就感到非常吃惊 这东西一定是对的 虽然他们上面还带着很多很厚的土 但是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仔细拉到手里一看 毫无疑问 这都是汉代的非常有名的东西 非常有影响的东西 为什么这几件玉器 让玉器专家刘文辉欣喜若狂呢 因为经过清理之后 献出真容了 三件玉杯都是以新疆和田 清玉是整玉整雕而成 玉制细腻而又坚硬 背体的制作很规整 抛模的非常的光洁 其中两件玉杯上还树有扁平的金箍 通俗说点就是香的金边 光线下看起来是金光闪闪 过去发现的一些玉杯 这杯体和底这两个之间的这个高足座是粘起来的 而这个杯子呢 因为是整玉整雕而成 三个杯子 最高的是13.4厘米 最矮的是12.3厘米 很显然 就雕这一个杯子 就得好大一块玉料 没有个十五六公分 这高度你不可能做出这杯子来 而且宽度最少是八九厘米 甚至于十厘米 同时 玉料要很纯净 因为这个杯子很薄 制作时候是打中间掏糖 然后从旁边整个加工 这么珍贵的玉料 这本身就是使用者身份等级的标志 那么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香精边的玉器呢 几乎过去没有发现过 但是文献上有记载 太官上时用黄金扣起 太官是什么职务呢 太官就是负责黄继善时的官员 叫太官 中宫司官上时用白银扣起 中宫司官是负责黄后善时的官员 这几间玉器上面都有经边 学术名称叫经扣 黄金的经 天旁一个口子叫扣起 何谓扣起 就是以经器或者是银器 来沿边的 做边的 这就说明他这些东西就是黄金所有的 在中国古代 玉器被看作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汉代用玉有着严格的制度 相在玉杯上的金扣表明 这些玉器应该就是汉宣帝的玉用之物 那么两千多年前 承载着这珍贵玉杯中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玉叶穷江呢 传统认为说这个玉杯是不是用来喝酒的 实质上不是 喝酒是用另外一种玉器叫制 玉制 它和杯子是有区别的 这杯子是干什么用的 文献当中明确的有记载 这种玉杯是承漏杯 汉代的黄金相信就说把玉研成粉末 然后接上签上的露水 拌在一块喝这个饮落 饮这个露水 露水和玉歇就是玉墨子 喝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这是当年黄金用来这个杯子 把玉粉就玉沫 然后喝露水 而且招露就是早成了一个露水 它还是有讲究的 这文献都有记载 认为喝到这样的东西 可以使人长生不老 当然是一种迷信观念 喝招露我们可以理解 两千多年前的招露 您想想吧 一定是清烈甘醇 可是这喝玉粉 这实在让人担心 人们希望长生不老 灵魂不灭 这是古时候人们 尤其是古代帝王 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汉代的皇帝认为 以云表之路和玉泻 和而引之 可以长生不老 成为神仙 一些高级贵族也认为 说食玉可以延年益寿 这不怎么得这么个结论 不过呀 追求长生不老 终究是一个梦想 帝王们早已化作尘土 而宁结着古代能工巧匠 智慧和心血的呢 恰恰是代表着 汉代治愈最高水平的 这些艺术品 他们依然熠熠生辉 像一面历史的镜子 成为学者们研究 古代社会制度 文化形态和风俗时尚的 重要的实物资料 那么与这三个 玉泻金杯同时出土的 那个连体玉武人 又将为我们复原 汉宫一段怎么样的历史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连体的玉武人 通常啊 我们在汉代淘气上 看到的宫女形象和服饰 他们相对要粗糙一些 而这个玉武人 他们的服饰是精雕细琢 看上去华美飘逸 仿佛两千多年前 汉代宫廷的两个美丽的舞者 穿越到了我们的面前 说到汉代宫廷舞者 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位 身轻如艳 能做掌上舞的 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 赵飞燕 那时候没这称呼 这是著名的舞者呀 虽然说汉宣帝 跟这个玉武人 还有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美人赵飞燕 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这件 两千多年前的玉雕匠人 可以说是精心刻画出了 汉代舞者 这个形象成为今天了解 汉代舞蹈和服饰风上的 难得的证物 他们这个衣服啊 就是后面又叫做 上广下霞 外如燕尾 这个燕尾服 这个燕尾这两个字 实际上我们汉代就有这样的服装 西方人实际上是学中国的 燕尾服 燕尾这两个字 这在服饰上表现 这我们汉代就有 他穿这个衣服叫屈居生衣 这是文献工去讲屈居生衣是什么样子 玉武人穿的衣服就是屈居生衣 汉代的皇纪也都喜欢宫中的舞女来俏舞 长袖扇舞 你看那袖子都很长 而且的细腰 腰都很细 这个细腰这个玉武人 好细腰 这楚王号西腰宫中多多 这些宫女都不是饿死了 就是这个传统的汉代 仍然反映得非常突出 汉代的美人 美女都是西腰 所以就说 也在某种程度上讲 可能是赵飞燕一声写照吧 雕琢这几间玉器的新疆和田玉料非常难得 我们可以想象 两千多年前 他们是怎样沿着玉石之路 跨越西部高原的崇山峻岭 穿过黄土高原的漫漫泥沙 最终到达了附属的中原大地 那么古老的玉石之路 又印证了大汉王朝 怎样的一段历史难 中国古代使用玉器的历史 是非常悠久 距今至少有八千年历史 但是真正大量的 使用新疆和田玉的事件 就是在张前出世西域之后 把玉石之路打通来 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了新疆这个地方 那个新疆这个地方 就说腊入了大中华的百头之中 所以中央政府就能够 比较派人比较盛创的 把新疆和田玉用到中原来 案件终于告破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窃贼品而走险 到挖瓦当 为何会给古文化遗址 带来毁灭性打击 破坏古文化遗址 倒卖文物 他们又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汉域寻踪下集 玉的正言正在播出 淘宝热 很多人只关注文物本身能够卖多少钱 而忽视了它这个文物本身 命运的文化价值 这种文物热 它不是属于对古国文化的一种热爱 而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市场经济的脉 这种错误的倾向导致了现在的盗墓创军 盗墓使得我们丧失了了解古代文化的原始状态 承载着那五千年的人民的历史 它把它毁坏了 就等于把它割断了 对古代文物要有点敬畏之心 要把它看作我们自己的祖先 西市国宝终于被追回 如今陈列在西安市博物院的展厅里 案件到此终于告破 盗挖瓦当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因盗决古文化遗址罪 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到十五年不等 参与倒卖文物的讲记本 因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刘建平因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又六个月 李震东和宋某另案处理 我们不知道当他们听到判决的那一刻 内心又是什么感受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事文物鉴定工作二十多年 对法际淡泊的一些人 他都有这种想法 他说这种瓦片 他也不值得 也不是什么珍贵文物 他往往是有这样 但是我们要说的一点 其实产生的法律责任 他一点都不清 因为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藏一样 都是我们做国家文物保护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孙玲 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 曾参与2002年文物法修订起草工作 主持制定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 按照刑法来规定 是在国保单位 省以上文物保单位 他要是实施倒掘倒挖的行为 就要判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况且他们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一级的文物 他发现了文物应该立刻上报国家 但是他不但没有上报 而且还私自藏匿起来 还进行倒卖 这个以牟利为目的的倒卖文物 他也是要判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四件玉器从盗掘到倒卖 相关涉案人员都为他们的行为 付出了惨痛代价 难道他们真的都是法律意识淡薄吗 任何正常人懂点法律常识的 他应该都知道 买这些东西是违法的 但是就是利益的诱惑 他把这个东西如果说 讲我没有破诊案子 这个东西他买走 可以说这四件东西够他吃 不是一辈子的问题 现在你说随不知法 所以说现在好多人都挺而走险了 真正有几个现在还有文盲吗 还真正一点法律支持他不动 咱们现在扑法 因为总共要扑法 扑他挺好的 有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电视 天天在演一些故事 说故事 讲故事 还有这么多时事 有这么多新闻 你说他真的一点法不懂 那不可能 他还是一种求财的心理 案子终于成功告破了 四件国宝级文物被追了回来 涉案人议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但是此案却不能不让我们思考 表面上看上去 只是几个农民在盗挖瓦当的时候 误打误撞挖出了西式国宝 但是他带来的巨大损害 那是无法估量的 经过调查呀 发现在陕西当地 盗挖瓦当的现象比较普遍 而这些瓦当啊 它的价格也是翻着跟头的往上攀升 挖出一块瓦当 卖给文物贩子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价的不一样 最初卖五块钱 后来卖三十块钱 一直到现在 能卖五六百元 好点的价格一两千甚至更高 因为这个文物的价值都很高 这样促使当地一些农民 简直拿这个就当致富之路了 而且很多人认为 我只是从地里挖了几个瓦片子 又不是什么文物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在考古学者的眼中呢 这种损坏 对于古文化遗址的破坏 是毁灭性的 焦南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著名秦汉考古专家 曾主持秦宫一号大幕 汉景地杨陵等大型考古勘查 和发掘工作 他在挖的过程中 他把地下的夯土基础挖坏了 他把建筑的散水挖掉了 他把建筑的石柱处搬走了 他挖过以后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遗址 当年是做什么用的 本来我们如果经过 我们的科学发掘 我把这个遗址 完完整整地挖出来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 面阔五间 近身三间 加上里边的东西 我们推测它是灵庙 或者是寝殿 或者是变殿 我们能够复原这些东西 而这些农民这样乱七八糟的一挖 我们挖完以后 我们通过它的狼藉的现场 我们可说 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建筑遗址 而这个也只是做什么用的 它在当时的这个灵源里面起什么作用 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灵物制度的哪一点 我们一无所知 所以对于这些东西 我想有关机构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想办法遏制这种错误的这种犯罪行为 当我们在博物馆里 欣赏了这四件西式国宝的时候 遥想两千年前的大汉王朝 那是凡胜之时 我们会对追回这些国宝的民警们 油然而生敬意 因为他们的坚持和努力 使得这四件国宝重新回到了公众面前 在研究者手中 真正体现了它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但是他们在偷盗者手中 却险遭厄运 至今 一个玉杯上 还有被盗挖出土时 钢签扎过的痕迹 由于目前文物保护技术尚不成熟 中国政府和文物部门 一直坚持对帝王林采取 不主动挖掘的原则 也许我们可以把历史封藏 完整地留给我们的子孙 而不是让它变得支离破碎 甚至完全毁灭 那么如何更好地保护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 如何杜绝对古文化遗址 和众多地下文物的破坏 这需要从文物监管制度上完善 从立法上形成震慑 要让人们有打心底里 尊重历史 尊重文物 达成一种共识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普通的盗墓案 却在盗墓分子的移动硬盘里 发现上千张文物照片 西安警方顺藤摸瓜 竟然牵出一个惊天大案 一个被盗的石果 如何揭开千年之前 大唐盛世的衰落石 特别节目 护宝之战 黄陵大道 上 古墓寻宝 明日播出